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围观的人一起哄笑起来 张园外心头火起 当即 在地上捡了根枝条就抽了过去 你个败家玩眼 四体不勤 无故不分 老子天天跟在你后面赔钱 家宝往前面逃去 他爹就在后头追着骂 成天不寻无数 我前脚才把你送进学堂 后脚你就翻围墙溜出去玩 这种戏码在村里经常上演 人们都习惯了 没人上来劝 边瞧热闹还边议论 家宝这孩子就是个顽固 张家是有些家底的 祖上留下来的房屋田产泼风 既然吃穿用度不用发愁 那么张园外自然就有更高的追求 他希望自家独子能考个公民回来 光宗要祖 花费了不少的钱财 四处请夫子 可家宝就是不争气 独步进去 捧着书就想打瞌睡 一年年的过去 最后张园外气馁了 在家宝17岁这年 彻底放弃了让他考公民的追求 不用再受学堂里规矩的束缚 张家宝整个人都觉得轻松无比 天天在外面玩得夜不归宿 没钱用了 才回家一趟 对于这个儿子 张园外深感头疼 让妻子丁氏不要再拿钱给他用 不承想 张家宝竟然偷拿家里的东西去当铺 拿了钱接着再玩 新家犹如真挑土 败家犹如水推沙 张家即使家底在后市 也经不住他这么折腾啊 张园外考虑再三 有日趁着儿子回家 主动拿了二百两银子给他 说这是本钱 让家宝自个儿学着做点小生意 赚到的钱归他自己用 张家宝觉得这个法子不错 甚何他意 问爹娘伸手要钱 总要被啰里啰嗦地询问一堆的是 哪有用自己的钱自由 张园外本是想拿钱打发他 给他找点事情做 省得整日里跟着一群狐朋狗友 游手好闲 哪知张家宝还真的沉浸进去 用心再做这件事 只要他不再做混账事 张园外心底里就轻松了 不过 村里的人是不看好家宝的 败子若收心 犹如鬼变人 鬼是变不了人的 那么同样败子也收不了心 张家宝没去管别人怎么看他 城日里琢磨着如何把生意做好 以期赚到更多的钱 半年后 有日回来的晚 太师快过半了 没几家人屋里的灯是亮着的 村里有段路特别漆黑 好在张家宝走习惯了 摸黑也能走得飞快 隐约有息苏生传来 张家宝顾不上网州遭桥 仍是步履匆匆 再走过几户人家 就能到自己家了 他把步子迈得更大 突然 通的一声响 身后好似有重物摔在地上 接着 有人痛苦地呻吟着 张家宝停下脚步 转过身仔细瞧去 今夜的月光躲在云层里 看不太清楚是何人 是家宝兄弟吗 对方倒先开了口 张家宝听出是村西头赵寡妇的声音 便问他 嫂嫂 你怎么了 赵寡妇挨忧了几下 才道 我不当心滑倒了 走不了路 好兄弟 你做个好事 送我回家行不行 他家离着虽有一段路 但张家宝觉得 顺手帮人一下忙 这并不是什么难事 没想其他的 立即就答应下来 没做过体力活的人 被人行走有些辛苦 何况赵寡妇还不瘦 张家宝咬着牙 坚持着送她到了家门口 嫂嫂 就送你到这了 你自个儿进屋吧 她知道男女要避嫌 顾没敢把赵寡妇送进屋里去 赵寡妇把门锁打开 推开了门 却没进去 而是抓住张家宝的衣裳 大喊起来 非礼啊 有人要非礼我 张家宝莫名其妙 嫂嫂 你在说什么呀 松开手 我要回家了 说着 就想扒拉开她的手 哪知赵寡妇非但不松手 反而抓得更紧 嘴里也喊得更大声了 畜生 这种事情你也做得出来 深更半夜的 她间里的声音 把周围的邻居都吵醒了 纷纷点灯 出来查看发生了何事 每出来一户人家 赵寡妇便要气愤的把事情说上一遍 我都睡下了 她过来敲门 都是相礼相亲的 我不好不开门 结果这门一打开 她就要 夜里虽然黑 但借着昏暗的光 人们还是能瞧清 赵寡妇的衣衫是凌乱的 张家宝气死了 骂道 饭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讲 嫂嫂 分明是你自己跌倒 要我 话未说完 赵寡妇就躺地上撒坡打滚 被人这么占了便宜去 我不活了 张家宝气得整个人都在打抖 在外头玩归玩 可年轻人都爽利得很 这等无赖 她还是头一回见 莫要诬陷好人 我懒得搭理你 说吧 就想脱身离去 赵寡妇哪容了她走 上前拖住她的裤脚不放手 大家来评评理 这个顽固毁了我的名声 让我日后还怎么活下去啊 有个年轻的小伙笑道 你有什么名声啊 再说 又比家宝大了好多岁 都人老猪黄了 她非理你做什么 很显然 她是不相信的 赵寡妇在村里的名声 与张家宝有的一比 同样也不太好 被戳中了心事 赵寡妇怒吼起来 没看到就不要搅局 你想同她一道 欺负我这个寡妇不成 那人撇了撇嘴 没再接话 不想多事 七开 你摔了娇 我好心背你回来 倒要赖上我了 张家宝很不耐烦 使劲推搡了赵寡妇一把 赵寡妇往后倒去 一个布房 头就撞在地上 不吭气 一动不动 瞧上去像是昏迷过去 这下可不得了 看热闹的人揪住家宝 不让他走 纷纷骂他不是人 太不像话了 有人帮忙去喊村里的大夫 也有人把他父母给叫过来 张员外连衣服都没穿起整 就跑过来了 一瞧这情境 上来就给家宝一个嘴巴子 你个顽裤 做不了什么好事 家宝捂着被打的脸很委屈 大夫过来 给赵寡妇看了看 说没什么大碍 只是避过气去了 还没等他拿出银针扎上一扎 赵寡妇就醒了 哭哭啼啼 要张员外还他一个公道 否则就要去报官 家宝虽说贪玩 但不嫖不赌 是以张员外采放心拿二百两银子 给他做生意 说他想非礼赵寡妇 张员外自个儿都不相信 但这里无人可以作证 又是在别人家门口 这里是讲不清楚了 只能与赵寡妇协商 看如何解决这事 他嘴里的公道 无非就是给些银两 至于多少 张员外试探着问他的意思 赵寡妇伸出五指 狮子大开口 五百两 旁人一阵哄笑 有人嘲讽道 半两给你兜多了 赵寡妇暗地里会去外头 做些不光彩的勾当 村里人都是知晓的 家宝骂道 你想敲诈是吧 以为我是好惹的 谁怕谁啊 去衙门报官好了 张员外呵斥他 安静地待在那 不许说话 这事情当真闹去了衙门 最吃亏的还是家宝 若是能用钱解决 那就费些钱好了 跟赵寡妇说 三十两银子 一个子儿我也不想多出 这三十两银子并不少 一两银子足够村民一家 好好的生活半年 家宝很生气 在一旁嚷嚷 我没做错事 为何要给他银两 张员外皱着眉 让妻子丁氏强行把他拉回去 问赵寡妇 如何旁人起哄 可以了 你整个人都不值这个钱 赵寡妇想了想 不情不愿地答应了 事情处理完 张员外回到家 赵丽对着家宝 就是一通训斥 家宝很不满 说道 推他摔跤 是我的错 那是因为他拽着 我的衣裳不松手 可若要说我做出 过错之事 非礼他 孩儿是绝不会担下这个罪名的 张员外骂他 寡妇门前是非多 这深更半夜的 你到人家门前去做什么 家宝争辩 他跌倒了 让我背他回家 到了门口 却又赖上我 说我做非礼之事 丁氏气愤地说道 赵寡妇平素不是什么好人 他肯定是故意讹上家宝的 不行 我得找他论论理 张员外一把拖住他 这事情啊 就是凭两张嘴在说 谁都拿不出证据 但这么晚了 家宝在人家屋门前出现 这就先理亏了 家宝不服气 在他家门前怎么了 我又没做坏事 张员外喜的 拿起一根鸡毛胆子抽他 但凡你平素名声好一点 有个人出来为你作证 至于是如今这样吗 越说越气 鸡毛胆子抽的就更厉害了 家宝挨不住痛 往一旁躲去 这边正好是个博骨架 上面摆设的是张员外 千辛万苦从个处寻过来的骨丸 陶瓷 鸡毛胆子没收住 结果上面陈设的两件陶瓷 就被抽得掉了下来 碎了一地 张员外心疼得要命 这时骂出来的话 就有些口不择言了 你个败家玩意儿 给老子滚走 别回来 老子就当没你这个儿子 家宝也是怒气当头 回了一句 滚就滚 就这么着 他当真转头冲进了茫茫的夜色里 丁氏急的想去拉 被张员外扯住 不许管 看他能在外头待多久 夫妇两个都以为家宝会像以往一般 过个三五天就会回来 可半个月过去 连家宝的人影也未瞧着 丁氏慌了 让张员外去寻儿子回来 张员外降得很 不肯去 可知道三个月过去 儿子还没人影时 他也着了慌 托人四处打听 这才得知家宝跑去了外地 真的不回来了 丁氏气愤不已 既埋怨丈夫不通情理 又恨赵寡妇陷害自家儿子 天天去他家门口叫骂 赵寡妇缩在屋里 吓得不敢出来 那么张家宝是真的不打算回家了吗 那倒不是 他主要是觉得父亲打心眼里瞧不起自己 不想到外头做出一番成就后 再风风光光地回家 这事儿想得容易 但做起来确实非常的难 老话说得好 在家千日好 出外客客难 家宝出来时 身上本来就没带多少银两 又一个不胜一道个爬手 钱袋就被人给偷走了 这下好了 既没钱住店 也没钱买饭吃 一番寻思之下 家宝脱下自己的外衣 拿到当铺里当了几十文钱 拿了一文去买馒头吃 先填饱肚子再说 客店是没钱住的 只能在别人家的屋檐下凑合着睡一睡 以前过惯了锦衣玉食的日子 如今活着却像一个乞丐 家宝的心里挺酸楚的 有心想回去认个错 但想起他爹那日骂人的话语 心中又生退意 咬咬牙 终究还是忍了下来 接下来很长一段日子 家宝什么脏活累活都做 即便如此 他手中还是没能攒到多少钱 想做出一番成就 然后风光回家的愿望 始终就如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一日他替人卸了大半晚上的货 全身脱力得很 经常睡的地方太远 不想去了 打算随意找出地儿歇息 反正都是睡在别人家的屋檐下 在哪都一样 这晚月亮皎洁 清晖之下 家宝走得很慢 身影拖得很长 有的人不愿意别人 睡在自家屋檐下 会在墙边摆些瓦罐等物 是以 想找处能舒坦睡上一觉的地方 其实不容易 走了大约有一刻钟 突然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 好像有人在哼哼 这大晚上的 听得令人甚得慌 家宝将身上的衣服裹紧 打算转身往回走 好心人 能不能帮帮我 一道颤抖的声音由前方传来 定睛细看 有个穿浅色衣衫的女子坐在路边 正在向她招着手 家宝皱了皱眉头 赵寡妇的事情才过去多久 她可不想再上一回当 果断地转身 好心人 帮帮忙吧 家里的孩儿还在等着我回去照顾呢 女子带着哭腔 与气里满是哀求 家宝睁了一下 想起了自己的娘 她停下脚步 将身子转了回去 这么晚了 你到外头来做什么 夜里我家小儿突然呕吐 额头滚烫 说胡话 我出来为她去寻大夫 走得及把脚给崴了 现在动弹不得 女子边说边抹起了眼泪 家宝动了侧隐之心 问她 要我怎么帮你 女子说道 看现在这个情境 大夫家我是去不了了 麻烦你背我回家 就在前面不远处 说吧 她用手往前面指了指 从这里瞧得到 我家屋子里现还亮着灯 家宝顺着她的手看过去 远处的屋子是有两三处透着亮光 可谁知哪处是她家呢 赵寡妇那事终归是给她打击太大 疑惑地问道 为何不是你丈夫出来找大夫 她出外行伤了 不知何时归来 女子解释着 见她还在犹豫 便双手何时败球 求求你了 家宝叹了口气 道 走吧 上前将女子小心地背在自己背上 女子边指着路 嘴里边说着感激的话 家宝今天挺累的 但她咬牙忍住了 一股作气把女子背到了 她说的家门口 将她放下 同时后退了几步 你自己进去 我就不背了 女子对着她千恩万谢 然后用手拍门 石头 娘回来了 很快 木门被人从里头打开 一个约六七岁的男孩走了出来 娘 大夫请来了吗 女子无奈地跟她说 娘爹交了 没办法去呢 石头急了 我是持的路的 先扶您进屋 我再去请大夫 女子摇头 太晚了 你一个人去不安全呢 石头安慰母亲 娘 没关系的 我都长这么大了 顿了一下 又到 大夫不来 夜里弟弟有危险怎么办 已经走了六七步的家宝 再也听不下去了 当即反身回来 我陪你去请大夫 女子先是一愣 接着让石头给她磕头 快谢谢好心人 家宝觉得很难为情 一把托弃石头 我们走快些 晚了 怕是大夫不愿出门 哥哥 你真是个好人 石头不认生 小跑地跟着他 路上还不忘问家宝的姓名 以及是哪里人 江大夫顺利请来后 家宝就悄悄地一个人离开了 没跟女子和石头打招呼 现在他整个人松弛下来 只觉得身子更加疲累无力 且一阵阵发冷 见到有护人家的墙边 除了放着几朵稻草 就再无其他 这倒是个不错的地方 躲在甘草堆里睡 会暖和不少 他直接走了过去 靠着草垛 江眼睛合上 很快就睡着了 不知过了有多久 听得一阵嘈杂声 只是 他的眼皮沉重 怎么也睁不开 到眼睛睁开时 耳边响起一个孩子 脆声声的嗓音 好像是石头 爹 快过来 家宝哥醒了 家宝感觉到身下的异样 又软又暖 不像是睡在泥地上 用手摸了摸 底下垫着棉被 身上还盖了一床 心里头疑惑 这是在哪里 很快 一个外表平易温和的男子 端了碗热粥来到床边 微笑说道 恩公 可算是醒了 快把这药粥喝了 你都昏睡一整天了 在男子的一番解释下 家宝知道了事情的原委 他是石头的父亲 名叫范玉庆 昨日半夜里赶回家的 听了妻子说家宝相助的事 心里非常感激 今日一大早 邻居说有个外乡人昏迷在别人家屋檐底下 哪家的主人正犯愁呢 石头跑出去看热闹 发现原来是家宝 于是赶忙回家告诉父亲 范玉庆把家宝背回了家 并为他请来了大夫 大夫说病人是太累了 须好生疆养几日 别的倒没什么大碍 家宝心里挺感动的 从家里出来这么久 头一回遇上个好心人 欲从床上起身 给范玉庆行礼 恩公 谢谢了 范玉庆拦住他 说道 你才是我们家的恩公 两人会心相视而笑 等他喝完药粥 范玉庆与他攀谈起来 我听你的口音 不像是本地人 确实如此 家宝说了自己被照寡服务线 一致远离家乡仪式 但却把与父亲赌气之事引去了 范玉庆是个做买卖的人 听家宝有意想学做生意 便主动提出可以带着他一起做 并为他出本钱 家宝大喜过望 这回硬是挣扎着下床 拱手做一 以表谢意 老话讲 师父领进门 修行载个人 学手亦是这样 做生意亦是如此 有范玉庆带着他入行 家宝学起来很快 他脑子灵活 而且财运好似还特别好 只用了三年光景 就挣的万贯家财 范玉庆问他 如今你也算是事业有成了 要不要回家乡去看看 家宝沉吟片刻 摇了摇头 算了 心里头觉得自己挣得的这些钱 估计在他爹眼里算不得什么 时光荏苒 一晃又是三年过去 这期间家宝的变化更大了 除了赚得的钱越来越多 还娶了妻子 生了个大胖儿子 妻子是范玉庆的亲妹妹 名叫玉珍 自结婚起 她就觉得丈夫 在公共婆婆的事情上有心结 问了她几回都不肯说 甚是无奈 到家宝的儿子张瑞两岁多 有人玉珍正在给她喂饭 突然见家宝火急火燎的跑回来 她的神情很严肃 一边收拾东西 一边说赶紧招带上孩子回家见我爹娘 等坐到外面早已准备好的马车厢里 玉珍才得知 原来家宝在街上遇到了老乡 那人告诉她 她爹病了 过床有大半年了 说到这里 家宝红了眼圈 我真是不笑 跟父亲赌什么气啊 少年不识双亲意 养儿方知父母恩 如今她自己做了父亲 才明白这世间爹娘的情最真 单结心力终为子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马不停蹄 一路奔波 于第三日黄昏赶回了干线 丁氏见到儿子归来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老泪纵横 却迎头给了她一巴掌 你这个不笑子 你爹说你几句 就跑到外头不回来 这么多年了 你是想折磨死爹娘吗 家宝抱着母亲大哭 娘 儿子错了 对不起 喧哗声传到屋里 张员外听见了 连眼睛都懒得睁开一下 但当听的人说是家宝回来了 还带了大孙子回来 他的身体就犹如注入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挣扎着下床 准备找根棍子去打家宝 家宝带着妻儿跪在地上 请求父亲的原谅 张员外哪里会真的打他 见儿子如此 心里的气消了一大半 但嘴上还是不肯饶过他的 父母在 不远游 游必有方 你读了多年的书 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不成 家宝低着头 不敢吭声 玉珍轻轻拍了拍张瑞的背 张瑞会议上前抱住张员外的腿 祖父抱 顿时张员外眉提起了 与丁是一道 含笑逗弄着孙儿 后来又听说家宝如今变出息了 赚了很多的钱 张员外的病情一扫而光 整个人都变精神了不少 这以后 家宝与父母和好 一直孝顺着他们 同时出了不少的钱给村子里修桥铺路 做了很多造福村民的善事 如今人们一提起张家宝的名字 没人再会说他是个顽苦 而是竖起大拇指 说他是个好人 赵寡妇还住在村里 只是每回见到张家人 就低着头绕道走 有人跟家宝道歉 说当年不该跟着赵寡妇一道骂他 家宝笑了笑 没有介意 说骂得好 否则我哪得清醒 有今日这般模样 其实家宝心里是有些感慨的 当年他做好事 却反遭照寡不诬陷 心里是非常愤愤不平的 惩罚是不再做那样的事 所以在范玉庆的妻子求救时 他忧郁了好半天 好在到底心存善良 出手相帮 也因此幸运地得到了对方的助力 这事上 善良其实不会辜负任何人 你所付出的善意 多多转转地还会回到你身边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